春節九天連假進入尾聲 出示國道北返車潮將達到最高峰 國務宜蘭投城北向路段 上午已經出現擁塞 車潮一路回堵4.5公里 國道蒲岩系統 雲林交流到北上路段 一大早也已經湧現車潮 消耗局預估本日的交通量 大概是138萬車公里 但在國一北向的西樓至蒲岩 預估會持續擁塞至晚上 8點到9點到10點左右 出示全台有九大地雷路段 歸北向西樓到蒲岩系統 南屯到厚里 苗栗到湖口 國三北向竹山到中心 草屯到雾峰 大山到襄山 關西到大溪 其中苗栗到湖口 以及大山到襄山兩個路段 將從下午2點到3點開始 塞到隔天凌晨2點到3點 長達12小時 至於國務則是 北向宜蘭到平林最塞 預計從今天上午9點一路 塞到初五凌晨3點 長達18小時 另外國六西向 舊陣到雾峰系統也會擁塞 因國道提前北返車潮 高城宅管制下午1點到晚上6點 國一高雄端到湖口 國三九如到大溪路段 下午2點到晚上9點 國五蘇澳 羅東 宜蘭 及頭城交流到北向入口 國道收費的部分 初四採單一飛率 凌晨0點到5點暫停收費 另外匝道封閉 開放陸間與匝道移控 等措施將計時實施 民眾保護假期出遊 或是提早北返 最好避開尖峰時段上路 以免塞在國道壞了性質 記者林一文台北報導